好 回來了 今天講一下維加火 世衛有色摩 有一個英籍的女醫生 她去了世衛的大會 即是她們開封會的世衛 這位26歲的女醫生 其實當然她就很標誌 她很標誌 不是純粹用外觀去評價一位女士 一定要這麼說 但是她去那些封會 當然會跟人聊天 凌晨3點 這個Dr.Rosie James 她就在推特出了一個帖 她就說她自己 剛剛在世衛封會 忙了一整天回到酒店房 但是當晚有一件事 令到她非常憤怒和不安 她覺得自己就像一塊肉一樣 她就給世衛的一個工作人員 咸豬手 一隻手 這個就是Dr.James 即是James醫生的說法 就是這樣 有一隻很堅定的手 就放在她的屁股上 之後另外一隻手 就炸她的胸 本來就是一個專業的談話 那這傢伙 就把她的下體 放在那位女子 就是女醫生的大腿上 就不變 這些情況 不是很妥 當然Dr.James 就覺得很不舒服 就叫了那位男子停 但是那個男子繼續做 已經有目擊證人 證實了Dr.James 沒有說謊 這件事是在什麼時候發生呢? 就在午夜時分左右 因為在酒店大堂 就有十幾個人一起聊一下 他們早上工作的時候 開封會有什麼重點 你經常都是這樣的 通常都喝了一些酒 那麼世衛裡面有一個高級的僱員 就做了這個性侵的行為 嚴格來說 當然 這位Dr.James 他不是馬上出推特 他最初的反應 就是覺得很害怕 還有 就覺得被人負責 以及被人覺得是一個性患物 他覺得是 他回到酒店也很生氣 然後回到酒店房很生氣 然後就慢慢發推文 這條推文當然是迅速傳播 我們都看得到 所以聯合國 或者其他的組織裡面都有 這個是一直都有人說的 就是長期存在一些性虐待 以及身體虐待的有毒文化 為什麼會說經常都是這樣的呢 我們都要說回一件事 他們聯合國經常都有醜聞 尤其是去非洲的地方 幫聯合國打工的人 走去腦強當地的婦孺 為什麼會加上婦孺呢 有些人連小孩都玩的 離譜到這樣的 可惡到不得了 是很可恨的 幸好這次 當然 這位阿姐 她只是被人摸 我 Lambo Wong就說黏了她 其實是很難黏的 W吹吹也感謝你的詞 當然這些有毒的文化 為什麼聯合國會這樣呢 其實聯合國長期都是請太多男人的 我認為是 而高職位的人 很多都是男人 有人經常都說我 經常都在這裏 財男人台 只是捧女人 有人是在我們節目下留言的 其實我也要說 女人是應該值得尊重的人 你不可以覺得女人是一件事 是不行的 你不可以物化女性 物化女性是不行的 現在在世衛組織裡面 竟然也有人搞物化女性的事 當然是不行的 Johnny Wong就說 這些真的是國際人渣 Happy Wonder就說 是 社長你說得對 我朋友親眼在西非見到 有人帶了小朋友去樹林 你自己想想他們做什麼 當然是很離譜的 其實我們聽很多 一直都聽很多 有證據調查出來 也有很多 聯合國的報告 他們也有說真話出來 鄭德華說 美軍最多這種類型的犯罪 是 在他有美國大兵駐守的地方 其實女子也是很危險的 好像沖繩島那裡 整天都有這些事情發生 不過是日本人 說真的為了 我覺得日本政界 不是全國政界 我的意思是日本自民黨那幫人 他們為了向中國報復 我不是說全部 是裡面的極右分子 應該這樣說 我們要精準一點 不是應該又被人抽稱 是日本極右分子裡面 他們有一部分是當權的自民黨人士 他們為了報復中國也好 什麼都好 他們對美軍 含吹乃絕什麼都肯 不過不是他們自己 他們就是犧牲日本的女性 不好意思 這是要叫家長指引 我都要說 裡面牽涉到一些 不是上得大桌的用語 還有這些事情其實是不妥的 那James 醫生 他在 月18日凌晨 3點05分發佈了他的推特帖以來 有5700個讚和2000次的轉發 回應這件事裡面 有譚仔 譚德塞 這個世衛總幹事 他就說 我對這件事非常震驚 還有世衛對性侵是零容忍的 世衛就會盡他們所能提供幫助 那根據媒體的報導 就是世衛對那個男子做了一個調查 在這個調查結束之前 Dr. James 他就不可以說太多事情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 在程序那裡 在走程序 所以Dr. James是不可以說的 我們可以說 不過 根據我們了解的情況 就是 這位哥哥 是結了婚的 也不是第一次 被人指控他做鹹豬手 現在世衛組織就說 現在被指控的哥哥 在休假中 另外有個發言人就補充 他說這個世衛組織 就不會容忍這些性騷擾 調查小組 就有120個標準 去量度看看 他究竟有沒有犯規 其實我相信是一定有的 當然 現在世衛組織和聯合國其他組織 都是會 我的看法 都是會有很多這些醜聞 是不斷被人尿出來說的 因為聯合國 是 試過很多問題的 還有就是 在江果 江果之前不是有伊波拉的嗎 有伊波拉 都要去搞人的 世衛工作人員是 在江果那裏 那裏 是不是黃秋生的伊波拉病毒 那裏是香港最厲害的溝片 那裏竟然世衛的人 重演 你說死不死 還有 作為醫生和護士的女性 其實也有說 就是說 來自病人和同事的性騷擾 在全球範圍裏面 是普遍存在的 尤其是性騷擾和身體虐待 變得這麼正常化 其實是不正常的事情 這些好像要交租一樣 其實是不對的 當然 這些問題是很嚴重的 但是不只是 世衛裏面有這些問題 在2020年有一個研究 研究裏面找了 英格蘭、德國、南非這些國家 有33萬個醫護人員的數據 有百分之六十二的人 在工作的時候 就經歷過語言暴力和身體暴力 這不只是 世衛或者聯合國的問題 即是James醫生說 他跟很多其他人 在醫療界和非政府組織裡面 都經歷過這些性侵 其實所有工作環境都要提供一個支持給女士 我是很同意的 當然 當我聽到伊波拉爆出來的 還會有這些性侵案 我就覺得很奇怪 你們真的不怕惹到嗎 對不對 我講到這裡 有些事情我都要講 就是希望世衛和聯合國 盡快處理好這些問題 因為長期這樣 是不成功的 就是我的看法 還有 尤其是世衛 有沒有搞錯 人家剛果爆衣波拉 你都可以 有這些東西傳出來的 那真的不行 FCM就說 洋人在蘭桂坊都經常非你女性 他們去到哪裡 這個 就不是的 為什麼她會在蘭桂坊才做呢 這個也有一件事就是 在蘭桂坊有些女子 她根本就很享受給洋人 我不是說全部 有些 是很享受給洋人去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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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坦白說 所以為什麼她們成了小 那幫洋人可以隨便做 我不是叫大家去 即是去搞那些西人 即是蘭桂坊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也要說清楚 就是 為什麼她們有一幫男人 就可以在蘭桂坊那裡 即是隨便找一個唐人女子 都是去摸 那些 因為有一部分的女子 就是被人摸都沒有所謂 在那裡 即是現實是這樣 我現在這樣說 當然 是沒有天下的大不韋去說這些事情 但你說在蘭桂坊那裡發生的事情 即是我也很認真地說 其實某些女子 她自己都是有責任的 即是我這樣說 當然有人會說 哇你這樣說不行 其實 有些女士去做的事情 其實是 影響了其他女士的安全 即是我也要這樣說 不好意思 我說這些說話 當然 有些人會覺得 即是 我是不尊重女性 但是 沒有辦法 現實就是 你要別人尊重你 你也要先尊重自己才行 其實就是 那麼 歪文歪歪就說 崇弱 我不敢這麼說 那麼 Mandy Leung她就說 70年代初 有一間製衣廠的老闆就是禁下樓 那些女車工多數是20歲左右 有一個老闆五十幾走去車間 一個一個女仔這樣摸 只是安全肩膊按摩 接著摸頸再摸臉 每個女車工看到她都閃 有些人推開她 但是老闆一樣照摸摸到舊子走 好鬼下樓 說的話 當然 有些人可能會說有問題 但是 我也沒辦法 我也是說回我的觀點 就是 不代表本台立場 就是 為什麼在蘭桂坊 你看到一些西人 她會隨便摸人 當然有些西人是很壞 我也要說 但是 自己也是有問題的 有些人是 有些人是 User user 她說的話 我也不知道對不對 她說吃羊腸 我不知道 有些人是喜歡的 你也沒辦法 那 Sylvia Leung說 有些女生覺得 溝到老外很威風 其實是有的 是有這些 但是其實是相向的 有些西人 就覺得 就是 有個唐人 女友 就很威風 這樣 她這些叫Trophy 她們說 去玩的人 就知道了 那 我自己當然是 不去的 但是我也知道 有些人去玩 是喜歡怎樣的 好了 說到這裏 也要多謝 Joe 和Jolie 休息一會 我們就說完主題 就完結了今天的節目 休息一會 就完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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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就完結了 我們就完結了 我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